昨天关于水族用品的避坑指栏受到了广大鱼偶的好评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水族店买鱼应该怎么样去避坑 首先进到店里面第一点就是看鱼缸里面有没有死鱼 这一点相信我不用多说了 如果一个缸里只要有一条死鱼,整缸的水都不会好 如果很多缸里都有死鱼的现象,那我们可以转头就走了 第二点要看鱼缸里面的水质,浑浊或者是发白的肯定是不行 水发黄也不行 除非养埃及神仙这类鱼,这种蓝美鱼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如果不是埃及神仙这类鱼,缸里面也没有沉默 那老板肯定是在鱼缸里面下了抗生素药类 说明观赏鱼肯定是有问题的,这类鱼不能买 第三点就是看鱼的状态好不好 如果趴缸,扶头或者是不爱游动 无论这条鱼的品相好坏,都是不能要的 八成是肠炎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第四就是看看鱼有没有外伤 有没有钓鳞,体表充血,烂棋,烂尾 如果出现以上这种问题,肯定也是不能要的 如果一条鱼的互动性很好,品相不行 那它肯定是要比品相好,状态不行的鱼要好 如果水族店老板都调理不好的鱼 你拿回家肯定也是养不好的 好了,学会以上几点 那么你一定会买到状态好,品相又好的鱼